这样子呢就可以达成像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所有方块都是在从一个出发点 然后往上高空抛出去 抛出去以后呢 他就会自动的按照我们设计好的轨迹 把整个房子给搭建出来 想收集热爱生活 大家好我是猛学我欢迎的猛学呢 创意学堂 那本下创意学堂呢 是教给大家那些自动大房子机啊 究竟是如何实现呢 就像是我现在这样子啊 那些方块可以丢得老高了 让我们的方块呢都拥有物理引擎 而且是在原版MC 不在任何模组的情况下 都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的一个 任何方块的抛物线哦 好的那本期兵点赞超股线 立马更新下期 那那些自动大房机 究竟如何自作而成呢 跟着我起来看吧 在MC免建造一个房子啊 首先拿到锁对应的方块 然后在右键就可以摆放方块了 但是你有见过MC里面有物理引擎的方块吗 当然沙子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 但是沙子呢 它只能像我们这样子 垂直下降 但是我们今天通过MC里面 原版的一个隐藏指令 就可以做到一个 尽快像我这样子 直接往前面 像扔东西一样的抛出去啊 当然我们见过最多的抛 也就是丢物品这样子 但你有见过丢方块吗 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 这张指令的一个 歪轴的一个坐标 比如从1改到0.5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抛物线呢 改得更低一点点 当然如果你不想往前抛也非常简单 不想往前抛的话 我们就把X轴这个位置的一个地方呢 把它从1改成0 这时候呢我们的一个金块 就是从我们身上直接往上抛 上抛然后又会像沙子一样落地了 但这样的指令呢 不仅仅仅限于金块 我们只需要呢 改这个Minecraft后面这个单词英文就好了 比如现在呢是一个金的意思 我们把它改成一个铁块的一个意思 把它这串英文给改出去以后 我们再输入出去 大家看就是一个铁块直接往前面飞了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抛物线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命运方块把它们组合起来 做出一个建房子的一个过程 好的那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在国外下的一个自动搭房机的地图啊 这个地图的原理就是我前面想要呢 拿一串指令啊 把我们的方块像抛物线一样扔出去啊 通过这样子的一串指令呢 我们再把它放到命运方块面 设计好整个一大串指令的一个落点 把所有的方块设计好它的一个抛物轨迹和落点 这样子呢就可以达成像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所有方块都是在从一个出发点 然后往上高空抛出去 抛出去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按照我们设计好的轨迹 把整个房子给搭建出来 而且作者呢也是为了让整个动画更加的好看 在我们的一个方块抛到天空当中啊 然后落到地面呢 也有一个火花等等的一些粒子特效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刚刚明明扔在空中呢是灰色黏土块 但是落到墙体以后就自动的变成石砖墙了 我还会把整个的一个地图的下载链接呢 放在我的评论视频之顶位置啊 这样子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下了一张地图 一时来欣赏一下整个房子的一个建造过程 啊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整张地图来研究一下 如何通过一串指令 再加上命运方块呢 来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自动搭房机啊 你也可以来研究一下 比如首先呢可以自己来做出一个自动搭火柴盒机器 也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看这个搭房的效率可是太快了 一眨眼间啊 整个房子的一个大体构造就造好了 现在是在在我们的一个屋顶的位置 这个像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小型别墅 最后我们的田与散花色的围墙搭建 直接落幕 然后砰的一上 我们现代别墅已经自动搭建完成了 哇就刚刚区区一个指令 再加上命运方块 就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的自动搭房的呈现 这个感觉真的太棒了 好的那么本期的创意学堂呢 就到此结束啊 如果你喜欢本期评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多多点赞哦 那本期评点赞超股价 立马更新下期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bye